美军战略智库 兰德智库 现在提出的这个南北绞砂 到底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呢 所谓的南北绞砂 就是要针对中国大陆 一北一南怎么做呢 在北边的话呢 针对华北东北 要去轰炸它的原油原油生产设施 那针对南方呢 要去轰炸它的铁路网隧道 高架桥等等交通的设施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 让中国大陆这边呢 就陷入到混乱的情况 那就无法再战时为解放军 提供各种的保障了 这真的做得到吗 蓝老师 它的假设是中国这个大巨人 躺在那地方睡觉 然后呢什么座围都没有 然后也没战舟机 也没战舰 也没防空导弹 然后所有的上下的军人跟官员 全部都躺在那边地方睡觉 然后让你来打我 你把我北部打掉 南部打掉 然后我整个国家完了 好棒棒 对不对 那这个真的是伟大的智库 这个智库的水平如此的高 这个是了不起 他有没有想过 你还没有出动之前 中国的情报人员是在睡觉 中国的这个情报设施是在睡觉 情报设施早就掌握情报了 你开始在动员 在运动 在你的战斗机开始在移动 在准备的时候 你要去攻击中国的东西 你也要去做炸射的训练 你要模拟整个这个空域的状态 跟地面的炸射 你飞行员要经过不断的训练 你才有办法去攻击这些油库 飞行员不是说我今天睡觉起来 接到一个命令 说你飞到哪里去 去把台北市的什么地方炸掉 他也要看那个地图在哪里 他也要有飞过 然后也要有飞过路径 而且他也要研究中间的防空的系统 他本身也要考虑到 他自己本身的基地 有没有可能被攻击 而且还有就是 有没有足够的战机才能够轰炸呢 日本订购F35 A35B战斗机 如果全都到货的话 反正总之加起来 日本方面只有437架 韩国如果也出动的话 所有全部加起来的话268架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足够到 他们原先讲的1500架对不对 现在还有795架战机 就要靠美军自己拼凑出来 好 所以赖老师结论是什么 美军自己拼凑出来 他拼不出来吗 他要从哪里飞啊 请问一下他从关岛飞 那中国大陆都看不见了 还有就是你一旦炸了民生设施 我们再强调 因为他讲的是炸油库 你一旦炸了民生设施 你本身已经违反安全法了 违反战争法了 所以中国大陆完全有理由 有正当性 对你的所有的民生设施的工业 进行轰炸 你韩国人的几个集团 一下子就毁掉了 你日本的东京板块 一下子就毁掉了 所以我才会说这难得 这个脑袋里面有没有问题 更何况如果你的美国的飞机 真的进入中国的空域作战的话 中国大陆完全有理由 对你美国的本土实施攻击 而且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常规武器 因为要攻击到你美国的本土 你今天的飞机打到我的本土 我就有理由打到你的本土 而且要打到你的本土 对你造成伤害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用洲际的弹道导弹 打这个常规的弹头 当然不是常规的弹头 那所以美国当然就势必 如果真的本土遭到攻击的话 不也就更吃不消吗 好 不过我想我们要赶快先来谈一下了 就是刚刚这个在讲麦卡锡 麦卡锡这个到底现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说他没有访台行程 这个之前不是讲四月吗 又说没有访台行程 中国无权自卫他的行程 中国永远不能告诉我 哪里可以去 哪里不能去 所以亮哥结论是四月份 他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他讲话很清楚 说我目前 重点是目前 我目前并没有访台计划 那目前当然就是考到布林肯 所以你这新闻怎么会是一月下旬丢出来呢 你是要干嘛 让布林肯很难做事 那当然 我觉得这也不排除民主党 共和党里面有一些人也不乐见你成功 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两党斗争的 这个激化状态了 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在发生 然后共和党里面可能挺川普的 也不挺这个麦卡锡访台的行程吗 不是 是不要让布林肯有收获了 是 不要让他有收获了 所以要让你难做人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美国最近的政治会蛮乱的 所以这个 那我觉得白宫一定有去跟麦卡锡沟通 沟通得了吗 人跟裴洛西沟通都很难了 不一定 他们还是有一些可以交易 他可以交易预算交易法案 这个白宫跟众议院有很多方式可以交易的 是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现在讲话 对 先讲说没有 白宫不会说你不要去 而是说你可不可以先把这个新闻给荡化掉 先缓一缓 对 这个麦卡锡当然愿意做 只要他能够得到一些交易了 那这个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是在干嘛呢 因为他说我四月要去台湾 四月要去台湾 而且我本来也要跟麦卡锡一起去的 但是因为他现在那边不确定 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要不要四月份 马上就是follow麦卡锡的调子 就这样而已 对 就他还巴不得能够高调一点 可是看起来现在 麦卡锡都还不一定 四月能到台湾来 我觉得布林肯访华的成果 会决定后续的发展 所以先看布林肯访华是怎么回事 但是布林肯访华 大家看金融时报的报导是什么呢 说布林肯要访中 而且他还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 跟习近平见面有可能吗 先请教王老师 这个其实当然也要看 中美关系是如何 毕竟这是布林肯 就是担任国务前台 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也是就是说 中美在拜登上台之后 第一个高官去 就是说如果就是双方 这关系真的有意改善的话 那当然这个习近平 事实上可以愿意跟他见面 这只要大家看美国的诚意是如何 就是说你对中国是否是友善 如果是友善的话 那中国当然希望能改善 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见面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你美国不断的 这个放出一些 这个对中国不利的消息 一会儿要这个全面的 这个抵制华为 一会儿就是说这个麦卡锡 可能会到台湾去访问 一会儿又是指控这个中国大陆 来支持这个俄罗斯 在欧乌战争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的话 中国都还没有松口说 这个布林肯会到中国去访问 就是说你到去都还没有确定 更何况你跟这个习近平主席 能够来见面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是否见面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这个 双方在这个事前的一个 沟通的一个程度 如果说沟通的当然良好 美国会展现善意的话 那当然顺势见面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是沟通的不好的话 那当然他未必能够见得到 这个习近平主席 可是你看刚刚这个亮哥还在讲说 可能是不是习近 这个布林肯访华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什么不妙 不妙 那可是人家这个外媒的报导 可是升级版 不是只有见秦刚 能够见到王毅 可能就已经很不错了 甚至现在还说到 渴望见习近平 所以亮哥一句话 所以你觉得呢可能吗 美国都是在拉高期望值嘛 那到时候都没有发生 那就是落实了说中国就是不能交往 就是这样 好来赖老师的看法呢 大陆的接待是有规格的 而且是有很清楚的规格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一定是跟秦刚见面嘛 那当然他要能成行 可是大陆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松口 都到目前为止 都是美国单方放消息 那一般来说他们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布林肯跟秦刚谈得不错 那就有机会跟王毅见面 那如果说谈得不好 那就结束了 那布林肯就回去了 那如果谈得不错的话 那就会跟王毅 王毅谈 谈得如果也不错 那就会再往上走 会跟习近平会见面 习近平就会接见了 那习近平一接见的时候 那就代表都已经谈一个不错了 那如果说中美谈到 到习近平会见的时候 那不一定会对外公布 他们所有的内容 美国公布的可能会一部分 中国大陆公布的一部分 但是里面的有一些内容 可能就不会公布了 那那些内容当然就是既敏感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最在乎的目前来说 当然是他的核心 问题中的核心 那就是台湾的问题 所以如果到最后 那个布林肯有跟习近平 习近平有会见 有接见 这个布林肯的话 那就代表台湾的问题 在中美之间 已经有一个部分的共识 一旦是如此的话 那即使两方都不对外公布 那民进党一定是担心到不行 那我估计蔡英文 可能就受不着教了 那蔡英文也一定会跟 这个全世界宣布说 美方一定会跟她通报 可是美方回去以后 会跟蔡英文通报 他们所谈的内容 我持很保留的态度 因为最关键的东西 美国不会告诉蔡英文的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会谈中 已经可以推断出 那代表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已经有一部分的协议了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